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的几句话 如果用古文来表达就文周周了 所以今天我想讲讲关于书法术语的事情 我们这个书法当中就讲这些理论的时候 会碰到很多术语 而且古代的一些术语更是很难懂 有书有提出 比如说你这个 我上次讲的这个平行原理 他说这个草字头 这个是上宽下载原理 不是你讲的平行原理 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书者 不能如此无知 他觉得什么是无知 所以我就想讲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书法这个传承到现在 不是靠你专业术语搞下来的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你还在那里文周周的讲这些术语 古人他当时他有传承的 拜师的 他得搞出这么神秘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个术语 讲得大家大众云里雾里听不懂 有些人呢就牵强附会 也跟着在那里说 像比如说以侧 我也跟着讲以侧 以侧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我上次就讲的中轴线的摆动 中轴线左侧右侧 把这些原理和理论 我们把它给 讲得更大众化一点 让大家更能够容易理解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所需要的 你还在那里 拘留一个原则 某个原理的名称 而且我们的原理都是有重叠的 我们中华文化本身就很多都是重叠的 一个虚实 比如说我这个字 这个 我上次讲了 三角形的解体 你说 根本这个古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原理了 你知道我怎么说 我找出这个规律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灵贴 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意识 我们人的意识 已经远远超越古人了 古人有很多东西 他是不知道的 我们现在是已经现代了 现代 飞速发展的一个信息社会 你还在你距离那个什么原则吗 比如说这个旗 这里收得这么紧 我说这里收紧 这里放开 也可以的 你说这里是实的 这里是虚的 虚实变化也可以 是不是 它就有重叠的地方在那里 难道你让我讲一个虚实 还得非从阴阳八卦去讲吗 同样的虚实就是阴阳 你说这个一定要用虚实讲 你不能用阴阳来讲 阴阳是数数当中的 你不是书画的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要拘泥这种东西的 真正需要传承的东西 你应该真正去传承 比如说这个笔画的这种 行笔 精准度 你这里不精准的 那你也要提出来 像之前有个网友 观察非常仔细 那个左右的左 原贴事件 路风入笔 上来 再出来 同样讲不平行的这一节课的时候 他提出了 我这个旗笔是不是错误的 对 我当时写的时候 用一个 用一个逆风 长风的这个旗笔 错当然不是错 这种旗笔方式是可以 只是不是原贴的那个旗笔方法 你这样来提 建议就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东西 而不是关注 我们该用哪个原理 难道我说这个草字头 这两树 比如说这草字头的两树 这个是不平行的 我说这个是交叉的 你非得说上框下载才是对的 所以我当时就回复了 我说这个上框下载 你上框下载当然也是对的 对我们这些行草书而言 行草书而言 它是因为它的节字原理是 这个斜化紧接的 斜化紧接的这个字呢 它肯定是这个草字都是上框下载的 但是到了立书的时候 我回了一根图片给它 到了立书的时候 它只有轻轻的一点 你这时候 它轻轻的一点点倾斜 中间很宽 你这时候还说上框下载 谁看得懂啊 哪里上框下载的 它其实就有一点点不平行 你如果不小心的话 你就会凌晨平行了 我们这种平化宽节的 立书的 严真轻的一些字 严真轻的一些楷书 它就这样子啊 它不明显啊 上框下载不明显啊 你记住了这个不平行 有一点点 所以我选择这一个点 更能让大家容易观察到 所以我们不能拘拟一个 某一个什么样 某一个 某一个称谓 如果现在勾 你不说说T P 你非不说 说是略 谁会听得懂啊 是不是 现在已经不用这样子了 我们不隐晦 这个传承已经不是说 独门绝技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交流的时代 分享的时代 要让这一个讲的 大家懂 就行了 我讲的你理解 你知道怎么做 更容易记住 更容易知道怎么做 那这就对了 这不是 不是说这样就不专业 你说的这个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名称 怎么这么通俗 你这就是不专业 那你要求这个 我们汉语言文学 比如说你讲土豆 你非得正当 讲马铃薯 你做一个学者 你怎么能说土豆呢 土豆是这么通俗的 讲出来的 你就得用 讲它是马铃薯 你西红士 你就得说西红士 你为什么要说番茄 是吧 没有这样子的 我们理解就行了 我讲土豆你也理解 讲马铃薯你也理解 我这个竹 你看 上宽 我说上载下宽 梯行 你都听得懂 听得懂 对你就好了 我说上井下松也行 上石下虚也行 原理都在那里重叠 都可以说 这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这样说就不专业 比如说这个错落 我说这个错落 错落 你看这个 单人旁跟这边 错落了 熟 错落了 那你非得让我说 左低右高 这是左低右高 你说错落 错落是很多字 单字跟单字 才是有错落的 谁说是这样子的 我说这个偏盘跟偏盘 错落怎么就不行 你听得懂 错落听得懂 左高右低 你也听得懂 都可以说 就大家听懂就行 不存在说哪一个书法的 哪个称谓 你必须这样称 可能你说 讲的你那个很官方的 很那种书面的 反而大家听不懂 我们要讲大家听得懂东西 不要讲鬼话 说点人话 是不是 好 所以我有时候 讲的这些 有时候是不是很那个的 我就说讲这些东西 我只要你听得懂 比如这个 左 左小又宽 但是我也说 左收又放也行 怎么不行 左这么点点 又 又放开了 怎么不行 你听得懂 是不是 所以说这就是 我们在讲书法的时候 我有时候 只要大家听得懂 我没有去拘捋一下 这个必须要讲什么原理 你把这个时间跟精力 画在这个上面干嘛 我们要把时间精力 花在 怎样把这一个笔画写好 把这个字写好 把这个章法弄好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 可能说话也会得罪人 得罪人 那我们就基于学术的研究 我们讨论可以 不要用这种讽刺性的语言来 亲爱的朋友们 再见